哈喽大家好 OK今天呢 我是难得久违的导师 很久没有出场了 给自己个掌声 OK你们也可以在身上给我掌声 OK真的 晚上好 然后呢 今天这个主题呢 sharp emphasize 而且是很简单 速战速决的 因为对我来讲 讲太多 没有做也就等于讲罢了 我现在要改一改我的策略 我不要直上谈兵 但是我要做多多 我要静悄悄的吓死人 OK 但是也不是说静悄悄的 还是会跟大家share这个秘诀 所以今天呢 这个主题 可能近期来对一些人来讲 是很简单 那一些人来讲呢 是已经是 就是哎 我都做这了耶 可是我这么这样 然后然后 那如果大家可以跟我互动 还是最好啦 如果没办法的话 也可以在你看的重播 或者是在留言区留言 这样比较有互动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今天我觉得会 超级快就结束了 因为我讲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 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功夫来的 那至于我还是要回到来 就是如何成功 跃到梅里克 而且哦 就是现在哦 我们已经解封了嘛 所以哦 算是解封 真的是解封了啦 虽然疫情还是会不稳定 那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 但现在的趋势 我们已经走在一个趋势 叫做只有线上跟线下一起 才可以成功的 如果今天你很强线上的话呢 那我要恭喜你 你的达到 你reach到人呢 其实是很高的 但是呢 也有 就我先讲 如果你只单单赚一个 没有说好或不好 但是我稍微做一个分析 给大家看 就是如果 你的线上很强 就是online很强的话 那我要恭喜你 因为你会很容易 reach到很多人 动到很多人 很多人会看见你 那 有好跟不好 就是他的pro and constant 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些人 他也可以同时看到 其他的人 不管是不是 同一个领域的啦 但是 可能他就会 顾客的心呢 就很容易 这个好像不错 那个好像不错 他回答比较慢了 我去找这个了 我去买了 这个很红耶 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啦 那如果是线下 如果你今天只强 很强在线下 就是physical来讲的话呢 那我也要恭喜你 因为呢 你虽然量 就是慢慢的稳稳的 但是还没有 一下子很顶 但是你的人呢 只要你需要 他们都会跟着你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可能就是说 你要花上一些时间 才可以去 去怎么说 去见到这个人 或者是你要筹备的时间 然后会比较吃一点时间 OK 所以呢 今天我就直接进入这个 其实我很想 要在这个环节可以跟大家互动啦 OK 没关系 那这里呢 我觉得今天大家也可以写一下 可能现在 如果没有办法 面对面写 你们也可以留言 然后找回你们的老师 跟他讲 写下三到五个 你所面对的问题 或者想要加强的问题 然后呢 我给了大家三个 三个阶段的一个分析啦 就是你当你列下了 这三到五个问题之后呢 你可以就是要真正实实的去看 整个问题所在哦 而且要学会解剖 什么叫解剖呢 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啦 我觉得我约不到美丽课 是因为没有人 这个是每次我请到大家讲的 对吧 对吧 那没有人呢 我就要去看第一个阶段 为什么会没有人 我要解剖 不能说没有人啊 老师没有人 永远都没有人 今天 我到其实今日做了五年 我约我也是还有人啊 为什么会没有人呢 啊 ok 那当然我有遇到没有人的时候 或者很多种种问题的时候 我先不讲那个 我先讲第一步先 ok 那没有人 这是我第一个啦 为什么没有人 我就要去看看第二阶段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到我 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啊 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不管是对我的人啊 对我的事业啊 或者是对我觉得 哎我想要分享产品 我想要加强personal sales 我想要赚多一点 在American赚多一点 销售 这一块 我想拿到销售专件 那他对你有没有影响 啊 然后第三阶段呢 就是我建立大家呢 就是设定自己的SOP 就是自己的一个流程 因为其实啦 如果大家只能在第一阶段 就是你们有三到五个问题吗 你们一个个去解剖 说你们应该会看到 大致上跑不 跑不掉太远 那几个问题卡着我们的 啊 所以第三个阶段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 那三个问题是什么了 三到五个问题是什么了 过后呢 我就把那个策略 要怎样对 好像我刚刚讲 我觉得我没有人 而且它会影响我的事业 那第三呢 我就是觉得我没有人 我应该要从哪里找人 啊 哦老师讲放飞机 OKOK 对对对对 我没有人或者会被放飞机 所以我觉得解剖咯 为什么这个人会放飞机咧 啊 哇你老师有这个活动 我让我觉得很开心啊 啊 我不要对这镜头讲话 OK 好 所以哈 真的被放飞机 那我们来打个example 刚刚我讲了没有人 第二个我给的example 你看只有福气哦 直接讲example了 OK 第二个呢 就是被放飞机 那我就要解剖第一阶段 为什么 我要把这个问题放坐 为什么人家放我飞机 然后第二个阶段 这样我一直被人放飞机 它是不是会影响到我 可能我 我为了要去给他上美利克 我今天专注讲美利克这一块 这样美利克哦 我我已经要摆上我的时间啊 江峰啊 甚至有可能牺牲 我跟我家人的时间 为了给这个人上美利克 但是我到了现场哦 哎呀 我被放飞机了耶 这样我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我会不会很不开心 我会不会越作越沮丧 觉得这么这样子的 这么现下这样子的 这么越不到的 就开始开始在自己怀疑 自己啊 自己想 对不对 自己在那边就是在那边 覆灭啦 OK 简单来讲 所以哦 当你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哦 恭喜你 因为你有做 就一定会来到这个阶段 很正常的 我们也会有遇到很多问题 负面的问题 永远比正面的问题多了 我们都知道的 OK 所以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要想一想哦 飞放飞机 那我的方案 可以就直接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我们小班制 所以就不用 我来问去 我来问去 我就直接讲就好 那对于我在放飞机 这一块的第三阶段的SOP 我们讲很多SOP 我就会 第一 我不会一次 我不会一次只找一个人 啊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 我会在前两天 前一天晚上 或者如果他是月中 的话当天早上 我还是会 一直就是跟这个 哎 记得哦 我们两天哦 哎 我问你哦 这个那个 记得我们明天哦 在哪里哪里哦 你OK哦 parking怎样啊 你的家怎样去啊 我会这样子问 我会就是跟这个人 一直就是谈出来 让他看到 哎 不要忘记啊 我们有月啊 OK 不要忘记啊 不要忘记啊 然后被放飞机 如果真的 这个被放飞机 我分成另外一个 就是如果他真的很urgent urgent突然间有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 的话这样这个 是没有办法的 啊 这个我们不能做什么 就只能再约多一次 就这么简单 然后其实他并不是 什么大问题 OK 所以我讲的SOP 就是不要一次 只约一个人 第一个 然后第二 我会提醒他 OK 然后第三 我讲三个就好了 第三个 我就会去 就是放飞机 还有一个是 我要确保这一个人 我要了解他 怎么样去到这个场地 有时候被放飞机 我的阶段 我的人 遇过的是 没有交通 突然间那个 车不可以这样 然后车坏 或者是 突然间下大雨 那种 就是被放飞机 不能下大雨 不要来 下雨 然后会弄到 不方便 这个也是被放飞机的一种 所以我就会先了解清楚 第三个就是了解他 他是讲去到 比方说 我约他在公司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美容 美容教室 这样我就要问 你是不是住在美容教室附近 还是你是搭车去 驾车去 你住哪一区 加班 对 家里有事 对 所以为什么 你们要永远记得 我刚刚讲的第一个 对于放飞机这个课题 第一个 SOP就是 不要只约一个人 对对 谢谢Michelle 谢谢薛老师 真的不要只约一个人 因为你约一个人 他就这样子咯 如果你约几个的话 你做一模一样 一样是提醒他 一样有跟他讲 一样了解他的话 其实一个不来 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先不要讲太多问题 因为我比较喜欢大家的互动 这几个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所以下一个呢 就是刚刚我讲 问题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会讲问题呢 因为永远 去做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 人的本能 正常的一个本能 我只能这样 就会讲 可是我这个这样 可是我没有车 可是就永远 那个问题会很多 所以我想要先 把大家解开这个心结 先 才来去讲大家要具备什么 所以不要再跟我讲 我具备了东西 我ready了 可是我不懂要解决问题 不可能的 OK 那在你列下你的那个问题 老公是不是 你就要也有三个方案 今天很多那种 technical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看回 如果不是很清楚 可以再重复看几次 然后或者也可以 接下来问你的老师 我觉得这样会更加好 OK 那这三个方案就是什么呢 我没有讲是什么方案 因为有可能 我很open for any any any问题 any 拒绝any 就是你大家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方案呢 就要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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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 你今天 如果你有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刚刚我刚才上面讲的 一直被放飞机 然后我就要提早去跟 这个人沟通 然后我就要 提醒他 然后要了解他 然后这样子 然后我不要只约一个人 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 我就在想想 然后这个 问题 如果被解决的话 这样我的美利克 是不是很顺利了 大家要去想这个东西 不要只觉得 一直困在现状 觉得哎呀 就是这样的啦 因为美利克 就很难的啦 有我们去做这些 老师一定很紧张 老师都会做 这样子 OK 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要去沟通 大方向 跟自己沟通 或者跟老师沟通 OK 然后对自己坦诚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你觉得这个方案 你觉得很稳 你觉得很稳 你觉得可以 但其实 就是你自己 就是其实 可能你在骗自己 觉得哎呀 不用紧了啦 可以啊 他会来啊 他会来了 他一定会来了 不用紧了 我懂他的啦 这样子 这样你都 你都没有好好的 去正视这个问题 啊 OK 而且 对方 就是你要对自己坦诚 你有没有去做好 刚才我上面讲 所以他是一步 接一步的 他是有连接的 所以不能说 直接跳来这边 就是如果你 就是要有问题 才可以解决方案 如果今天没有的话 大家不要弄得这么乱 OK 好 实在这边都还明白吧 我尽量把今天的东西呢 很努力的做成一个 简单化的系统 可以让大家跟 所以可能 他东西是大同小异 那是他跟过往 我们讲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啦 OK 那第三个方案呢 你就一定要确保 就是沟通了 过后跟老师也好 跟自己也好 知道到底现在 这个局势 现在的趋势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要怎样去面对 然后你要知道了 现在的人呢 喜欢lifestyle的 我给一个example啦 被放飞机很多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 但我发觉 现在的人呢 甘愿花钱 报复性旅行 报复性的去吃东西 报复性的去奖励自己 去什么疗愈自己 whatever奇奇怪怪的东西 当然也没有说不好 但是呢 他就是不太 好像想要 花一点时间 给自己去学习 或者精神 大家不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 或者你赞不赞同我 你也可以不赞同我啦 OK 这个是我目前观察到 我这里周围 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朋友圈 我是90后 所以90后 00后 80后也会有这个现象的 有一些比较flexy 他们还是 这样的人 讲完讲次 他们第一个 第一名跑出来 但是如果讲要去 学习啦 要去怎样怎样 要去进修啦 他们就不见到完了了 现在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哦 你的方案三 就是我讲到方案三 就是要确保 我们今天是很clear 为什么我们要 有这样子的 这个策略 方案其实也是策略来的 所以哦 你就可以把来宾 带到你想要的结果 明白吗 就是要带到你想要的结果 你今天想要他来上美尼克 你要先了解他 的lifestyle是怎样 他很 现在的人很喜欢 我简单讲 就是很喜欢lifestyle啦 不喜欢太hard sell啦 不喜欢太push啦 不喜欢自己不舒服 只是想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对 这样如果 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的话 这样你想想 现在的人 或者你的朋友圈的人 他们喜欢怎么样的方式 然后你又可以 就是可以顺着我们 达到我们要的目标 会不会很抽象啊 我这样讲 我想要尝试 努力的解释这个东西 就是简单来讲 现在的人喜欢lifestyle so 我就会很喜欢去 explore一些cafe 有时候不是因为 我自己要explore 当然我有点点成分 我也想要啦 我也是人嘛 但是我在explore的时候 我想要给价值人家 所以我可以用 去explore 不同的cafe的时候 我可以带上 不同的来宾 然后在那里 就会准备一些 我讲到后面了 就在那里呢 其实让来宾 自己来问我 来看到我 哇哇 出去拍照 哇哇 你很美耶 你的妆很漂亮 皮肤很美哦 我脱口再也这么漂亮 其实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 很很很 很安私心 很soft soft sales的一种方法来的 是卖你自己 嗯 对 学校是讲很个性话 对对对 you get down 我的意思 ok ok 我希望美容顾问 也可以get到我这个意思 我很想要把这东西 讲出来 因为很多人一直问我方案 而且我是超级喜欢 越美理科 而且是 我自认啊 我超强 我觉得我最强就在这边 这个要对自己有自信 我超强的 所以我觉得 我想要把它整理 尽可能的去整理 成一种系统 让大家可以知道 呃 怎么样去做 ok 所以呢 这个我还是希望 其实这个东西是 never ending的啦 大家可以一直在refer回 然后再来就是想一想 如果大家觉得需要2.0 请看完这个了 跟我们才一起讨论3.0 4.0 后面 然后去 ok 好 那我今天我刚刚讲到 前面两个帮你们打 强行争了 然后解决问 先列下问题先 我们害怕的地方 问题等于你害怕的地方 然后呃 第二个就是solution 就是方案呢 其实就等于你的策略 怎么样去解决你的 你的害怕 你的难题 然后你才可以 准备好自己去迎接 这一个线上线下的趋势 啊 ok 所以现在你需要准备 我自己讲的成功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谓的准备呢 不用觉得 哇我要去到很大的改革啊 什么什么不需要 准备呢 永远是在我们身上的 都讲个性话了吗 所以在我们身上的 永远要记得 在你的包包里面 只要你踏出家 甚至你在家里面 都要准备 因为家里面 现在很多人 有那些delivery 那些什么food foodpanda 或者是我们citylink 会寄我们的 网购的东西给我们 那我在家里面 那个人寄过 给我打开门的时候 我也可以给他sample 所以这个 其实真的 已经不再讲 只是他出门口 需要sample 任何时候都需要 准备sample 在我们身边 然后name card 包美美 像这张图这样子 我相信这个 大家都知道了 OK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想要跟大家 是下面这个 我们的时间表 还有我们的 那个目标 每一个星期的目标 不是一个月的目标 因为我觉得一个月太远了 就觉得 哎呀不用紧了 这个月不可以 这个礼拜不可以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努力一点 加油一点 就一直在骗自己 就回到刚才我讲的 对自己不坦诚 所以自然而然 你就一直放过自己啊 就没有 这一个 叫做 你一直放过自己 就给自己很多借口咯 这样你事情永远都成不了咯 这样你就觉得 哎为什么我 越不到人咯 为什么我这样 为什么这样 其实问题 是你自己要不要面对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注意去看了 OK 所以时间表这一块 还有weekly go 就是我建议大家 把你们的目标 切成每一个星期 比方说我这个星期 我一定要卖到 一百份的东西 一百份东西 就等于三百块的东西 那我就在这期间里面 去找 去想尽办法 我怎么样把三百块的东西 卖出去 是要卖出销的啦 还是要找回我的住顾客啦 还是要找新的人啦 还是要给sample啦 还是要越来美利客啦 都可以的 OK 哈喽学民 突然就进来被叫明 OK 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 要准备的东西 很个人话也很简单 我不想要把东西弄得太复杂 那这个我还是 很技术上的东西 今天真的很多 技术上的东西 我努力加强我自己 让它变成一个 有系统化了 OK 所以这三个step 是大家 你看到这个漏斗嘛 我很喜欢这个漏斗 因为我们今天 关于到今天的课题 是我最喜欢的 我每一次 不管在线上也好 线下也好 或者是我给sample也好 什么都好啦 总之我一定会有个最终目标 最终啊 final目标 就是我要把他们 越来我的美利客 这个是我其实 从我美容过 我就一直有这样的本能 就是我 本身就是 为什么我要这样 为什么我要去认识更多人 为什么我要去给sample 为什么我要走出去 因为 我想要把他们 越来我的美利客 就这么简单 不是为了 后面什么要卖他们啦 不是 我就是想要约他们 来上美利客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很喜欢美利客的人 然后我觉得美利客 很有温度 而且他也可以 其实我的美利客 那时候我记得 我有一位来宾 就蛮多人也赞同这点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上过我的美利客 他们觉得我的美利客 90%是在讲性命 然后10% 没有啦 可能5% 就是讲产品 然后另外5% 就是讲一些事业 或者我的故事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美利客 其实他给我的感觉 不是像我们所讲的美利客 很technical 来几年 然后放mask 我们还是会做 但是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开始讲话 男孩子也是 其实我有很多男生 也是有上美利客的 他们就很好奇地问 我的眉毛要怎样 或者是这个 哇你们的事业 你们股市不同 也很特别 这东西 我每次看到我年纪 他们就开始聊天 或者女人 来到的时候 终于有一个时候 就是不用跟孩子 绑在一起 或者可以稍微 那一两个小时 去把孩子放一边 或者把家人放一边 只为他自己而活 我的美利客 还上过到有人哭 就是不是我弄他哭 而是他觉得 他终于被关爱了 他终于有这个 他可以把这个心 这个心生 可以讲心生 就是心事吐出来 那他其实不是讲负面的东西 就是他只是觉得说 他在这个现在的 现今的生活上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有这个感觉 觉得自己太累了 觉得自己 已经不懂要怎样了 就是很迷茫的一个感觉 所以美利客 给我的 给我个人的这一个 收获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可以来我的课 很舒服地做自己 然后他也可以想 他讲什么就讲 当然不是来骂人 就是来讲 你觉得这样子很好 然后就把自己倒空杯 就是好像charge店 这样子来这里 找回那个正能量的店员 然后他们回去 或者他们出去 其实生活也没有很糟糕 其实也OK 就从一个美利 一个很简单的美利客 开始的了 我还是会教他们 保养跟彩状 但是呢 更多的是 他们喜欢的是 人跟人之间 因为我们怎么样都是人 人都是 群体动物 我们都是需要有对方的 而不是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的话 你会开始想很多啦 没有方案啦 然后开始很焦虑啦 开始很担心 开始很压力 然后不懂啊怎么办 因为你没有一个人 可以跟你讲话 所以这个就是美利客 带给我的那个 最特别的一个东西 名字是叫美利客 但是对我来讲 我就是很期待要上美利客 然后在美利客坐下来 我就看对方 对方来看着我 然后他们就会 就尝试想要找话 这样就开始跟你聊天 所以这个也是 锻炼我们成为聆听者 聆听者 亲比讲更重要 我有买一本书 我去读 它是说 你要学会怎么样聆听 而不是讲很多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 就上面一课 我是不是要讲很多 我是不是要很厉害 讲 当然一些基本的产品 尤其是你当天 要给对方体验 你一定要知道啦 但是我没有叫你 背完整个他的 ingredient啊 他的多少percent啊 很细节不需要 就是你感觉怎么样 你就跟对方分享 就这样子吧 OK 好我讲的有点远 来拿回来 所以我觉得 今天美丽课 就用这三个步骤就好 不管你今天讲 老师我是on the go的 老师我是线上的 老师我是什么 都没有关系 这一些三个步骤 都是管用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就是跟着 OK 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最后一个步骤 可能你讲 我不能呢 我不能跟那个对方见面 现在麻烦了 然后又什么什么 我就可能种种原因 不能的话呢 那么你想办法 让大家 see you 看到你 你看我这边写大大哥 让大家看到你 为什么 第一个 我稍微勾出一下 第一个 列名单 列名单是什么人都可以列的 如果不会列名单的话 或者 或者不懂 要怎么样觉得 没有人了的话 请找婚你的老师 因为我们有个 九宫格列名单 列名单法 如果真的不懂 或者没有听过的话 来 后才来问 OK 我现在不讲 那个九宫格 列名单是一个 很简单的东西 九宫格 而且这个九宫格 可以帮助你 永远不可能 没有名单 不可能没有名单 如果真的没有名单的话 找婚你的老师 他会带你去外面找人 对 有名单就有方向 所以九宫格 如果你觉得 我今天 到不得要想列 请放九宫格 你就会有名单了的 九宫格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想问一下 老师应该懂吧 九宫格列名单法 OK 所以这个是列名单 第二个步骤呢 请求帮忙 就是请求 那个名单上的人 帮你 帮你什么呢 做你的模特 帮你 完成你的功课 没有其他的秘密 要的 要讲 哇 这个很给你 哇 你有什么 发力发力 现在的花样 太多 可是没有花样 现在的人 什么matter都有 所以你越用 越多batter 越复杂 自己也担心 自己也弄 对方也乱 到最后什么都不成 所以我觉得 越简单 越单纯的心呢 是最好的 OK 就跟他讲 我就是需要模特 你可以来帮我吧 我需要不同的年 来改造 我要做素人 改造 你可以帮我吧 我需要不同的人 来帮我完成我的功课 每一个月 我都要找30个人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叫做请求帮 OK 所以一定要有名单 如果你今天没有名单的话 你当然可以乱枪 打鸟的去找人 但是你没有一个方向 刚刚好像老师讲 有名单就会有方向 那第三呢 就是可以的话 越喝茶了 我们最喜欢的了 华人哦 什么东西都是吃 以吃为主 过年过节 吃东西增加感情 然后生日会什么 吃东西增加感情 然后今天要跟朋友谈情 是想要什么 想要约一下 聊一聊天 出来吃午餐 吃晚餐 吃东西 什么都是用吃为主 所以配合现在的趋势 很少 可贝啊 拍照美美啊 我跟你讲 大家看到我们都流口水 所以哦 这个就要让大家尽量走出来 或者让对方看到你 一你就走出去 跟他一起喝茶 就是见面 让他感受到你 你不用讲什么 不要一来去 啊 讲美丽可以不需要的 就带 就去那边跟他聊天 做聆听者 记得聆听者 请他 问他最近的状况 去了解他 吃东西啊 拍照啊 这样子 当然要走的时候 我的方法啦 要走的时候 我就会给一个 给一个 我会在适当时候 either是走的时候 如果真的没办法 如果可以哦 我一坐下来 在等 order了 我就跟他讲 哎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他讲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不要不要不要 我讲拿去拿去 这是新义来的啦 送给你的 sample来的 你 try这个 这个然后就会跟他 讲这个讲用 这个讲用 然后讲 等一下我 send video给你 OK 然后我就 就这样子吧 然后我就可以跟他去 这是我的方法啦 如果大家觉得 喜欢 lifestyle 现在的人 lifestyle 很喜欢 为什么我会讲 我的例子出来 是因为 我每次越美丽课 没有问题 会有人的 啊 怎么样都会有人 他这次不来 他下次也会来 这个是我越美丽课的 成功比例 啊 就是成功的 那个 ratio 啊 我可以这样子讲啊 我很喜欢上美丽课的 然后 我主要 其实不是你给的 那个sample sample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是 他看到你这个人 今天 哎 Michelle在这里做么 或者是 Chemina那边做么 就大家会看到你 哎 哇 他最近好像不一样了 哇 他穿衣服这样子 哇 他的皮肤很美 我已经 我去跟人家见面 吃东西 或者怎样的好处 就是 Even though莫死人 我已经到了一个 亲切室 不是我已经啊 是产品让我的皮肤 到达一个今天 是大家都会讲 哎 看下你的皮肤 你可以开你的 mask给我看你的皮肤嘛 已经有很多人 这样子问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真的是 感谢Meriky的产品哦 用到 然后我们学的彩妆啊 然后 这个月的腮红 我超喜欢它 因为它可以达到 我们很像那种红红 有点好像喝醉 喝醉这样子 就那种很嫩 不是喝醉 好像嫩嫩的那种 红红那种 那种 很可爱的感觉 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 哇 这个人戴下口罩 我皮肤一定很好 而且很漂亮 他就会要求我 哎 可不可以戴下口罩 看一下你的皮肤 一开了过去就 哇 皮肤很美耶 哦 你是用这个的啊 就会有多一个话题 所以哦 这一个现在的人 喜欢用这样子来谣约 而不再是 用 好像过去的方法啦 当然有一些人 还是管用 那是我觉得 所以更加 符合大众们 现在是比较 生活化的 OK 所以哦 就 靠着这三个步骤呢 最终 不管怎么样啦 跟自己讲 最后我都要 约到他上美丽课 所以你们会注意到哦 如果我最近 每次跟谁出去 或者吃什么东西哦 过多可能下个星期 或者一两个月过后 你就会看到 其实不会到一两个月了 其实很快 我会跟他吃东西 要过可能下个星期 以后两三个星期内 一个月之内 我就会跟对方 上美丽课了 这个是我的方案 就是我会这样子来去做 所以可能会觉得 哎 我不管在黄多神 去见人家 或者怎样 但其实这一些都是有关系 而且我自己很enjoy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呃 要约这个 其实要问回自己啦 你列明吧 你认回你自己你 然后问题在哪里 你觉得你没有认诚啦 你觉得你不需要这样做啦 你觉得marry k 怎么样怎么样啦 啊 我觉得你们要先列下来先 哦 OK 所以是刚刚上面我讲的啦 如果你们现在刚刚进来 不要紧 下次可以看回中国 啊 然后你们可以从中学习 好 所以呢 这一个 这一个呃 要给自己一个限定的时间 啊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讲 哦 我知道啊 我知道美丽课讲 啊 哦 我有方案啊 我懂啊 妹妹老师讲了 啊 我知道我有准备啊 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去做 啊 我想要大家去思考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 现在要去 为什么现在是最佳时机 到底美丽课可以怎样帮到我们 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 现在的趋势是什么 然后要怎么样可以最有效的帮到我们 啊 很多batter嘛 现在跟你讲什么线上啊 什么鬼一大堆 然后今天又出了一个tiktokshop 这关系什么东西 这样我要怎么样可以帮到 even though我今天在tiktok有人都好 我到最后 我的漏斗哦 还是会上到来美丽课的 就是这个 我的漏斗 永远 永远我的漏斗是不会离不开美丽课的 不管是我线上来的也好 陌生人也好 我都会带到他去美丽课 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很清晰 我的方 我的方向 我要做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绑到我 一定绑到我的事业啊 因为 我都是美丽课来的人 我相信我也看到 很多美丽课培养出来的人 他们是可以待最久 而且会跟你很多很多年 啊 线上不是不能 但是他有一个现实会不见掉了 啊 所以你要一直想很多battern啊 或者有可能会不小心 被外界比较下去 就觉得 哎 他的好像比较好 哎 他的比较有效比较快 他他好像比较便宜 就会有很多这种问题 当然线下也会有 但是呢 因为你跟他真的有关系 跟温度 他会觉得哎呀 不用紧了 我支持他 是因为他真的很好 你看他的service 你看他每次可以这样问我啊 pomotion会share给我啊 哎 我觉得很好耶 而又带我去找美食啊 这样就对你这个人服务 你这个人的评价很高 所以他很很难 除非你真的做不对事情了 他会去转 转去就是找其他的东西啊 即使他转啊 他都会很诚实的跟你讲 我有转了哎 我去用其他的 那你又可以问你 好了 为什么你找其他的 你有什么吗 就是就是问他 OK吗 是怎样的 就尝试去了解啊 不要一来就觉得啊 他就是不要过马 我就是不爽啊 为什么还有这样子 我觉得就尝试去了解 哦 原来现在的人是这样的 现在的趋势是要这样子的 哎 所以公司为什么会出 每一个月的出新产品 其实因为 要追上现在的人 想要的东西啊 然后在安全范围之下啦 OK 所以现在为什么讲 现在我现在放这个厨 有没有人要去Banggok的 啊 要去Banggok的话 只有半年时间了 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月了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 然后现在就开始 想一想了先 所以这个是我简单给大家看的 你们可以看回自己 我放了这个是我自己的 但是你们可以 放你们自己的 你们的兑换率 现在哦 公司跑这三R策略啦 三R策略哦 有两种 Loyalty 就是什么Loyalty叫什么 重视 换做 换别人的重视度的 想讲换啦 我是用英文 就是要怎么留住人 对对 要怎样留住人 一种 是比较 emotional的 就是比较情绪的 就是说 哇很好啊 很有爱啊 有姐妹情依啊 然后 我很喜欢你这个人 这些都是很好 我没有说不好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天第二个 如果啦 那些人 哇跟你很好耶 在美国很好啊 姐妹情依很好 但是他在这里 没有得到变美的机会 或者他没有 可以赚到钱的话 如果是你的顾问 或者你的人 或者你主人 他想要赚一些额外收入 没有得到一些好处的话 这样你的兑换力 就不 就不balance了耶 就变成说你兑换不到 他可以在你的身边 所以当你今天没有兑换的时候 所以当你今天没有兑换的时候是 他很难可以跟你 呃 有那个 更长久 更长远的一个关系 明白吗 我讲到这个 我发现我今天讲的 可蛮深的 其实 因为我想要就是 尽量诠释他 ok 如果不明白 你们可以问啊 或者是很乐的话 我不要只有我一个人 自己讲耶 ok 所以 今天 我解释了 刚刚上面讲的3R 我们的兑换率 永远要记得 这五个销售方式里面 哪一个是你最高最高的兑换率 目前最高 你要看回你自己 你可以每一个礼拜 或者每一个月 来去审核回自己 怎么样厉害的方案 都比不过 怎么样审核自己的方案厉害 你要看回你自己 不要看人家 你要做几粒 几粒 你要做几件 几件 你看他几粒 哇 那李老师卖100罐的 那个ofe 还觉得叫顾客群这么大 他说我 我勒 看回你自己 你不要跟他比 我要向他加100罐 没有 你要看回你自己 你到底在哪里抢 然后 你要怎么样去审核 自己抢在那边的话 就要一直去攻他 就一直往那个方向 证明你的人 喜欢往那个方向 好像我的人喜欢上美利克的 我在上个礼拜上美利克 我只对一个人 然后 是一对一的 我好像他比较喜欢一个人 ok 我有了解对方了 所以一上到美利克罢了 我就直接 他就直接 close到他600块的 600块的订单 而且他昨天晚上 还回来再找我 要再加订 加购订单 因为我又 给他sample 给他带回家 上美利克 他给他带回家sample 他就很喜欢 所以这个就是 我的on the face的 这个兑换 就是兑换率 我曾经之前 beforemco 很大量的时候呢 我可以一堂美利克 上完了 可能隔几千 兑换率就是2000块 就我们会卖出2000块的产品 所以这一些都是 大家去审核回自己的 ok 这比较数据化的东西 我就自己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帮大家找客户群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要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有什么需求 我们要怎样满足他们 然后显化 这个字很特别 因为今天他 你真的会显化对方了 就是你已经设定好了 你要怎么样的群組 even though你现在没有 你知道我现在的人好像没有 就我现在的人都是很年轻的 我没有什么白银跑 我没有什么钱的 这样你不要看你的现状啊 就是要重新再设定你的目标 你想要找怎么样的人成为你的顾客 当你有方向 比方说 好像今天 简单来讲就是 ok可能我要找按摩 ok我只想要找另一半 我要找按摩 这样我就要知道按摩最喜欢去哪里 去吃西餐店 给他了 然后那里有西餐店 那里的风格很像那种 很yolo外国风 我就会去那边 然后他们喜欢怎么样 比较舒服的打扮 他们比较喜欢舒服打扮 喜欢主动的人 喜欢很有自信的人 喜欢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所以就当你今天知道了 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正在闲话着它 会成为你的顾客群 原来老师有在 原来老师知道哦 对我很喜欢西餐 其实我是打从内心 喜欢西餐的 ok就这是一个 刚好符合到我的 所以可能大家今天这里 有人喜欢中餐 没有关系啊 那你就去找中餐 要怎么样煮啊 或者喜欢吃中餐的人 他们都很喜欢那种 grit-grit的感觉啊 那种喝汤那种心暖暖啊 吃饭啊那种 就要知道你的顾客群 你想要的顾客群是怎样 不要看自己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 就是先去想 我之前哦 有想过 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哦 我之前很喜欢 不 我之前的顾客群 这是我的顾客 是真实的经历啊 那时候就 跟自己讲 为什么我没有 达到达定的顾客群呢 感觉会很不错哦 我就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在做 我刚刚上面讲的 拍sample啊 然后那个漏斗 最后一定会流去上美利客 结果我在我不 经意的情况下 我的顾客群 真的有达定 而且他给我去他家 所以我差一点要傻眼 然后他的老公的照片 是那种在阿公旁边那种 所以你看 他就会 你在闲话上 因为你在做这 你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你要先 搞清楚你的目标 你就会去炒 我的方向前进 因为喜欢目标 所以顺便喜欢洋人 这句不错 所以哦 不是在那 特地去改变 去迎合 而是去找回你自己 到底喜欢什么 从你喜欢的出发 其实你不会觉得很吃力 你就感觉会越做越开心 做事业 最重要就是要开心 虽然我们讲 很多目标啊 很多什么 但是一定要开心 如果今天我给你 很多很多方案 很多很多目标 给你赚到钱 但是你不开心 那其实这个东西 我能跟你讲 然后它是不会走远的 这个是我认同的 反正今天 可能一开始还没有赚到钱 但是你很开心 你让自己很 enjoy 这样其实哦 没有钱你都会觉得 没关系 事业是这样子的 我们矮一矮就过了 结果你这样矮一矮 真的是会彩虹就在后面 这个是我 很多时候都会经历 这样的东西 我也没有说一来就 很有钱 那是我很开心 我刚刚讲了 举买我的双脚 我做Merrykid 真的很开心 真的真的很开心 我感觉我就在活在 我自己的梦想 梦想生活当中 不是所有的物质那种 而是我喜欢的工作性质 对 所以代表着 我们都很开心 所以一直都很长命 做Merrykid的人很长命 对啊 看苏西妈 60多岁哦 她看这边很开心 很active这样子 这一生我很有盼望 我跟你讲 我遇到的 其实可能还没有接触 不是说他们不能 不是说他们不帮 但是还没有接触 或者没有这样的环境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就开始很负面 觉得整个人生 就是就很不好 然后觉得我不想要活这么长命 竟然有人跟我讲 他不要活这么长命 他觉得他不开心 他对他的生活不开心 看这个就是做事业等于做人 如果今天你都不开心啊 我只要叫你做其他东西 你还是不开心的 给你今天 在这里可以每一个月 赚到一千块 你也不开心 因为你就是不喜欢呢 OK 所以要去找回自己的问题 其实就在刚刚我讲的 前面的那个style来着啦 我怕我的课会想到很深 所以没关系啊 我今天要拉hand break 拉回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了 OK 所以这个其实我想要 跟大家来一个互动呢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的顾客群 在我们 我没有说一定要找 这一群的顾客群 但现在 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 95年过后 Oh my god 我是94年 95年过后的人呢 他们都开始 越来越有 spending power 他们是最 渴望想要的人 想要就是需要 我们服务的人 OK 所以我这边讲 提供两个方案 我通常就很简单 我的人是谁 刚刚上面讲了 然后他们喜欢什么 跟不喜欢什么 这里有没有人 可以给我一个example 用打字的也可以 还是老师 你也可以给example 就是我们一起来 做brainstorm 就是今天 那个 Generation Z 就是90后 我过后 1995年 到2009年的人 还是老师 你的孩子 是不是这个年龄成的 然后 就是一个很 什么话的东西 他们喜欢什么 很明显的 跟他们不喜欢什么 有吗 我喝一口水 来你们回答一下 选民你有idea 也可以打一打哦 或者 你有可能是 未来的小孩 你观察到的 2010年出世 2010年 现在就12岁了 6年级了 OK 也不是小了 这样他们现在的 pattern是怎样的 我有玩TikTok 然后我有很努力 的在经营 我发觉TikTok 很多人在follow我 太棒了 我在一个月的时间 占200粉 一个月到两个月 对两个月的时间 占200个粉丝 然后这些粉丝 我都有去看哦 他们都好小哦 对我来讲很小 我90年嘛 OK 我的多两年 我就要进入 三字头了哦 然后啊 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是 Generation Alpha哦 哇 他们年超小 超小超小 就已经有TikTok 然后就每次 有很多filter 然后就会 想那种 pattern pattern 玩玩一下玩玩一下 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我们 我们的触观点来看的话 是没有意义的 那对他们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 他们的童年 他们的乐趣 所以哦 我就 我就开始慢慢的发觉 这是要去做了 才会发觉的一个过程 没有一个人 可以慢慢跟你讲到 因为人一直在改变 也没有一个 现在的人是怎样 只能跟你大概的描述 就证明 就是我们不在00后 这个Generation Alpha的人 他们其实是 没有什么自信的 他们一定要有filter 所以哦 也就代表着 我们化妆 或者我们美容 这一块哦 要接近完美 或者帮他们达到完美 或者他们想要的filter effect 这样这个 就是满足到他们的了 所以为什么我 90后接近三 但是 我还是可以找到00后 就是Generation Alpha的人 来做我的 就是他们会成为我的粉丝 或者他们会 愿意来做我的模特儿 我最近在陌生人 马六甲 我在café也认识了 一个00后的女生 他也是会很好奇 这一个 我就去跟他了解 去了解他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趋势来的 如果建立target这一group人 也要学习target 因为他们正在成长 他们也成为 会成为最需要的人 最有动力的那一般人 OK 然后 他们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们没有时间 去听你讲太多 啰啰啰嗦的 然后他们也要快快的 然后简单的 不要复杂的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吸收程度 我尽管他们讲啊 用TikTok来看就知道了 他们的吸收程度 只有15秒到30秒 没有一分钟啊 所以你讲东西 讲很长 但是他跟他吸收 那前面一段 就是一句话 他喜欢的 所以这个就是 Generation Alpha 他们的群组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把 我们懂得知 我们现在有很棒 因为我们是80后 90后 00后 我们有那个资源 我们有那个idea 我们可以把它 简单的分开来 一小段一小段的 去解说 去教育他们 所以他们就会 得到这个feel 这个也是我在 努力的这个方向来的 把东西简单 因为我们习惯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很喜欢 Multitasking 就是一来就做很多东西 同一个时间 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 哇 好像很厉害啊 很很 觉得很忙啊 很烦躁啊 其实 现在的Generation Alpha 他们 接受不到这样子 他们只能一样 然后推一下 动一下 推一下 动一下 所以我觉得我们 80后 90后 00后 在现在的趋势 是很有优势的 因为我们 可以吸收很快 我们学习也很快 所以我们可以 传达给他们呢 又简单化的传达 就是可能把 可能我们学皮肤知识 可能有10种皮肤知识 我们就把10种 分成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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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慢慢的去教他们 这样我们还有时间 去再学习的时候 然后再教他们其他东西 这个是给予价值啦 OK 好 所以我这个聊得有点远 好了好了 所以呢 看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环节完了 所以这个呢 也要跟大家讲 就是不要忘了 你的大目标哦 你看 我放了这一个 谁要钻戒 刚刚Michelle有讲 916金 或者想要进身 想要有车 哇 这个有车 我近期超需要 因为 可能我弟弟有很多 工作机会 他是freelancer 很flexible 就真的是 我们家里的车 每次不够 我们要配合时间 所以这个也当做 是我最大的 其中一个祝福呢 我要快点拿到车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 就是你一路去做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改变啊 但是这些改变都是好的 他会再告诉你 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非常清楚哦 谢谢 谢谢 Sherry老师 所以呢 这个呢 我期待大家呢 就先去做 怎么样做呢 就是列明 先去找问题 我总结哦 大家请一请啊 找问题出来 然后找解决方案 来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就开始 做那三个step 去列名单 然后 去叫帮忙 然后 去越来美丽课 嗯 就先做这样子 美丽课你们 大家可以定自己的时间 或者 今天 现在都在马六甲吧 哈 我们这个周末 拜五 我就会在马六甲 所以一定要把 我这个机会 把他们都越来你的课 不要再 不要再 自己来了 不好玩 OK 要叫多点人来 不然我们就 所以大家先去执行 因为呢 我马六甲 回来过后的 下个星期一呢 就会有我们 很厉害的 Sherry老师 会帮助我们 就是客服 反对意见 你有去做 才会反对意见 最好越多越好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收集 反对意见 去收集 OK 他为什么反对你 他为什么 不要来上你的美丽课 他为什么不可以来 为什么你约不到人 全部写下来 然后在一号的时候 在十五号的时候 星期一 跟十二号老师在线上一起讨论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OK 所以 对 粉车自在必得 我们一起加油 好 我今天的 session就到这里了 既然我没有抄写 希望我的课没有太难 我们来拍个大合照 可以吗 我stop shar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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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min 可以开到镜头吗 或者老师 你进得到房间 一下下拍 走 先stop这个 record先 拜拜 recording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